那当我们把程式放在这个,比如以色列我放这里,在这里按滑鼠右键 可以开最近的档案,我最近开过这两个档案 所以就不用去档案中央点半天,点这个直接可以开起来了 哦,再点一下吧 像我的电脑有点吗,我再关闭一次哦 我下次要开大山中学的时候,一到这里来 按滑鼠右键,它会保留最近十个档案 我刚点这个,它在最上面,点了就打开来了 所以我喜欢把程式放在这里,哦,开起来 来,我们再把总分跟名字全部做一下 点Sigma,确定这个范围没有错,再按Enter 点到这里来,右下角快点两下都全部做完 哎呦,不对了,公式里面这里差错,要改成 自动,平均一样哦 在常用标签呢,这里平均要自己点 那不是只有这几个呢,还有什么 加总,平均,计数,最大值,最小值,来,我们点一下平均 平均的范围错咯,这四个,看Enter 点在这里,右下角的控制方块,对它快点两下就做完了 来,老师我想知道国文最高分的几分,把它缩小一点点好了 国文这里的成绩呢,你看一下,移到边界来,看到1跟2 我可以调高一点,你可以拉大一点,哦,这是调整 列高,篮宽呢,一样哦 移到边界来的时候,变成黑黑的双箭头 往右拉,往左拖曳 来,我想知道,国文的平均分数是几分 不要啦,最高分的,这一眼看过去就知道100分嘛 请你帮我做,在哪里 最大值 你给我一个范围,我告诉你谁最大 所以点起来,它自动侦测呢,哦,在这里面 一看就知道谁最大,100,Enter就100 老师,拉育安考110呢,那这里就110哦 不对,老师,张育文考120呢,随时会自动update 那我们看最小分,最低的是这个68啦,来看 最小值,点这个箭头叫最小值 你给我一个范围,我告诉你谁最小 这个范围目前在这里,它的函数名叫min,Enter 就是这个68啦,不是哦 老师,拉育安是考30哦,自动变30 来,那还有一个呢,看一下 总分,平均,最大,最小,做个,我们看 技术,什么叫做技术呢,帮我数数看有几个数字 帮我数数看,所以点起来以后呢,它会侦测哦 这一排成绩总共CountC-O-U-N-T 有几个成绩,有十个成绩啦 这个技术表示说,这里到这里有十个数字 这个函数就是技术 所以,待会请各位练习一下 这五个函数,基本的函数练习一下 这一排很小的数据 对,这一排也接在太大 这一排,全被人做到最大